大家好,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四个指数 第一个就是导瓶斯指数 导瓶斯指数的趋势向下,一浪低于一浪 至于星期五的上升主要是由于纳斯大气 至于纳斯达克指数,它已经是高位了 它升到2%一支支援飙去,似乎的动力可能都会差一点 但是趋势是向上的,明显 至于日经指数,现在很明显是超买的 再升动力够不够呢?就很难说了 但是日经已经是创在三十多年的新高 这个创新高不简单 那会不会创历史新高的话呢? 可能很有机会的 因为日本的保险公司已经有回到日本的趋势 所以大量资金的支持的话 日本的短线都是开航高的 至于香港的恒生指数 看到短中长的均线都是向下的 这个向下的趋势就很明显了 要在港股投资之外 可能就会需要考一些功夫 所以大家都要量力而为 管好自己的风险 今天分享到这里,多谢大家